今天为大家演示一下Q1的12寸车头配折叠轮椅的配件装配和一些注意事项 首先我们将两个抱件分别装在轮椅的左侧和右侧 首先准备好我们的内六角将抱件卡在主架上 然后这里的垫片这里有个注意事项 垫片要放在外面 而且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可能是随意就这样抱 这样是不行的 尽量让它和轮椅平行 就像这样 然后我们再打减螺丝 左边的安装方法也是一样 将垫片置于卡件的外部 像这样 然后尽量让它和对面和右侧的保持一条线 记住这个位置一定要一样 不能说一个前一个后 这样是不行的 第二步 将两根支架管 装入机架里面 首先这里先不用打紧 将整个支架放入抱件内 轻松放入 然后拨动分度销 让它完全落下来回抽动 鉴别它有没有卡住 这样就是卡住了 然后这边也一样 最后将这个调在当中 一定要调在当中 因为这样会 如果没调在当中 会影响你整个架势 调在当中 然后再锁紧 锁紧锣 现在这一套是我们Q1车头配折叠轮椅的一个挂件 一个挂件 现在来讲一下这个挂件怎么做一个角度的调节 这个跟我们之前的完全不一样 比照一下 这个是我们之前的一套 现在我们做了很大的改动 大家看一下 这个角度有很多 这个是不能调角度 所以说这是它的缺点 所以说我们进行了改进 今天来讲一下这个角度是怎么调的 大家看 先用我们的内六角套进去 然后松掉它 好 不用把它拆掉 松掉就行了 看到没 这有很多的牙齿 它就是一个牙齿一个角度 我们把它调到一个对应的角度就行了 然后再把它打紧 然后再把它打紧 好 好的 我们把它装到轮椅上 你看啊 它这个分度销它就直接落进去了 落进去之后我们把它淋紧 好 就可以刮厕头了 好 我们首先把轮椅这样刮过去 对着我们的内头 然后把刹子刮住 收撑脚 然后开始对着这个挂钩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挂钩呢 比我们这个挂件还要高 所以现在我们挂不进去 对不对 所以挂不进去 我们就要来开始来调这个高度了 要把它降低 要比它低一点才能挂 大家可以看这个距离啊 对吧 好 我们现在来开始调 好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套的结构和之前也是改进过的 这个的好处呢 它可以改变这个挂件的原始高度 它可以随着我们这个轮椅的高度而变化 可以在这个 这一段距离上下改变 首先松这个螺丝啊 稍微松掉一点就行 因为为什么它剩四颗螺丝 我们每一颗螺丝都松掉一点 它就可以滑下去了 我们来试一下 嗯 还挺紧的 好 刚才是有一点高 我们把它降低一点啊 大概就在这个位置 我们先试一下吧 照样刹布轮椅 然后收几根脚啊 然后大家看啊 还差一点点 对吧 还差一点点 我们再来收一点点 然后再对上来 看 现在就可以挂好了 对不对 那么我们现在把螺丝打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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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再挂一下 第一步 先收成脚 然后 对准我们这个挂件 好 挂上了 看到没 这个手这样挂的 听到有响声了 这样就已经挂起来了 挂好之后 拧紧这个保险 好了 我们再释放这个保险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要一个手掌推龙头啊 然后在推的同时按一下这个 好 就下来了 然后再把撑脚撑起来 然后再把撑脚撑起来 朋友 评论者 说来 这边 嗯 这个人再报又 走 给你推的 这个人 Espero 我认为你不应该 不应该 你